人行道上男男女女等綠燈過馬路 這時路口一輛休旅車突然狂飆失控 猛力撞擊路邊蹬桿 旁邊行人全都驚嚇跳開 換個角度再看一次 指尖肇事休旅車越看越偏 先將帶轉區的機車撞飛 害騎士撞摔大馬路 再往人行道狂衝 狠撞行人愛犬 當場血流滿地出目驚心 是怕在台北中正去羅斯福路 6號深夜10點半 理性男子開著保時捷 疑似疲勞謊神 騙禮車道念貨 造成亡性騎士腳骨折 行人飼養的狗狗重傷奄奄一息 詳細造勢原因仍帶警方釐清 而同樣驚悚車禍 發生在基隆東岸廣場周邊 下班時間車來車往 路口黃燈亮起 女騎士一時緊張煞車 加一秒 公車直接大力衝撞上去 女騎士連人帶車往前噴 重摔翻滾一圈 還險些被碾進車底 畫面觸目驚心 好戰女騎士不嚴重 只是行進入口不要搶黃燈 更要減速慢行 避免車禍發生 第二竹電影王主任 從關於基隆台北報導 第二竹電影王主任 後避免車禍 恭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